字幕志愿者 李宥靖 这边就是我们家的玄关 以大善热灰色的 这个就是一片门吗 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收纳的空间 推过来之后呢 它旁边就是有鞋柜 那当然因为鞋子太多了 所以有点乱啦 真的 被老师这一柜子的鞋 吓了一跳跳呢 其实大家不要用某一种风格定义我 因为我自己光是鞋子就是 每一种风格 对啊 但是家里的空间 我反而就是对色系这些东西 其实蛮在 经过旋关之后 首先就是客厅 卡齐色L型沙发 配上棕色窗帘 让客厅舒适大气 调色系蓝灰色电视柜 在简约的空间当中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我很喜欢影像嘛 时尚影像 所以这边的画框里面的照片呢 全部都是我从巴黎 自己扛回来的 在客厅空间还可以看到 右群老师 爱全摆式以及妇科投射灯的收藏 紧接在客厅后方的书房 延续木头质感的家具色系 配上老师喜欢的工业风皮翼 搭面玻璃 让空间有视觉延伸的效果 翻开家中书柜 发现一个老师的小秘密 但我有发现一个不是Fans 那请说 老师很喜欢这个航海网吗 喜欢漫画 因为从小就爱看漫画嘛 但是 你不要只看这个 看一些比较那个 比方说这一本我就很推荐 这个是Fansion Box 除了非常多时尚藏书 我们在这里还翻出了老师 国中时画的漫画 还有超多的CD 音乐录影带 我人生的最爱就是这个 这是 这好像很像录影带哦 Mr.Chulgen 这是他的音乐录影带啊 我叫小海先生 我是听他的音乐长大的 书房就这么有看头 那么房间应该更厉害 话不多说 Let's go 这就是我房间 你的房间还有一个沙发 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跟你争了 因为这是他的床 是你的床 对啊 他想说 你要跟他一起睡吗 好啊 让你 他好开心哦 我时当中除了一张大床 还有一张狗狗专用的小床 就没有其他摆设 我觉得一定要成为 然后一定要可以让你好眠 所以我在色系上面 就会不会那么多对比色 对啊 而且我发现老师 这边的墙面就不是使用白色了 对 就是米色会多一点 那是比较温和的颜色 就会让我们在睡眠上面 比较不会那么浮躁啦 舒适简约的卧室空间 但是穿过一扇门 却别有洞天 这个地方小小的 它就是我的这个 更衣空间 虽然这里小归小 但是五脏俱全 老师的衣服来历也不小 有些是全球 only one 在更衣室旁就是主卧的 卫浴空间 超大的浴缸 能让一天的疲劳 全都消除掉 从吹风机也能看出 老师对生活品味的要求 洗手台上也能看见 印有老师名字的保养品 可见老师Q弹紧致的肌肤 平常是有在保养的 这样好了今天你难得来 我就煮个饭给你吃好不好 真的吗耶 诶老师 嗯 你家的厨房怎么都白色的耶 你是有那种洁癖 还是真的很喜欢白色 你看连这个电锅都是白的 其实对 因为你知道做Fashion的东西做久了 会觉得说有时候会疲乏太多印花 或者是那种颜色 那回到家我就想要用白色 最主要是心情的放松 能够吃到史上大师亲手煮的料理 真的很幸福 坐在浅木色的餐桌吃饭 格外温馨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圆桌嘛 可是我可能比较习惯了 那个西餐的用法 所以我觉得长桌还蛮蛮棒的 一字也是别之巧思 一张长椅配上两张 复古工业风的单人椅 在简约的餐桌空间 带着浓浓的个人特色 地产中心开放报道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出十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族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